好 現在已經是確定了 現在撒卡多狀況之下 那麼接下來大家要各自的努力了 國民黨的部分正副總統候選 侯友宜 趙少康 我們可以看到首場的大型造勢活動 就是在26號 也就是今天在台南要來登場 好 大家都知道台南是這個對手 民進黨總統候選賴清德的本命區 所以直接來到這個台南 指導賴清德的本命區 那麼今天其實大家也詢問了 說來到台南 台南進總成立是登記之後第一場 這個戰略上面是不是打賴布里科呢 不過侯友有回答了 他說這個行程早就規劃好了 好 這個部分我們請教將軍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動作真的非常的快 昨天才一確定說是找這個趙少康 趙先生當副手 今天馬上就有動作出來 緊接著就是在台南的這種造勢 我覺得這幾點可以顯示出來 第一個就是說其實台南部那邊 我以前住高雄嘛 我很清楚就是說南部那邊 其實造勢場合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那種南部人比較講說 氣勢嘛 要出來 要氣勢要有那種氣勢 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說 他沒有辦法在這種造勢就一定要花到錢 是 這個陸戰 然後那時候韓國瑜那時候也是機場三三造勢的大會出來 這第一個就是這種造勢 事實上就表現出來他的實力 因為你人潮要到嘛 那第二個我覺得選擇 第一點就選擇台南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大家不要認為說台南就一定是綠到出資 不要有這種想法 我覺得南部的人 不管台南或高雄都是一樣 其實這南部的鄉親其實非常非常的敦厚 他們是明理的人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說這個台南 我是跟台南有很多的接觸了 以前我在軍隊裡面 經常我們在那邊行軍演習要幹嘛 其實台南的鄉親對我們軍人是非常非常的友善 我舉幾個例子 有一年我在那邊去行軍的時候 就在麻豆在散化 這種人家說很綠的地方 就是陳水扁的這種家鄉 是 那晚上我們阿兵哥走到那邊的時候 突然寒流來 阿兵哥只有一件衣服 那時候我當連長 那非常冷 你知道那鄉親是做什麼 每一家都是把這個鐵門拉開來 然後把他棉被拿出來 然後媽媽煮薑湯 給我們阿兵哥喝 渡過那個嚴寒的 那天晚上 我記得氣溫只有四度 非常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 這個台南的鄉親 或者是高雄鄉親 他們不是綠到出資 而是他們是非常的敦厚的一種本性 那這次選擇在那邊造區 其實台南你不要欺負他 尤其是民進黨 你們不要欺負台南 你認為吃定台灣 吃定台南那種敦厚的鄉親 覺得說好像台南就是 就在那邊 動不動給人家 弄個什麼餘溫上面 蓋這個 光電板 對不對 造成他底下那餘溫的魚 沒辦法生活 或者是說 硬拆人家的房子 或在那邊去蓋那種電塔 造成老百姓 每天聽嗡嗡嗡嗡 低鳴的聲音 造成他們生活精神上的 很大一個困擾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最近這些年 對台南這個地方 尤其是對南部的鄉親 是根本就是假人告告 所以台南人真的也悶很久了 我不管對你怎麼樣 你就是會投我 你就是票會投我 所以你看我們 我們發現所有弊案 所有不當的 全部都是在南部發生 就證明一件事情 不是說台南遇到出資 是台南人才敦厚 是民進黨吃台南吃夠夠 我們看光電案對不對 八八管槍擊案 甚至於這些東西 就污名化了 南部地區的這些台南鄉親 跟高雄鄉親 還有雲林鄉親 都污名化這個地方 其實他們是本性是善良的 那我相信 尤其是我們從上次 市長選舉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民進黨選的 並沒有說他們想像中的得票率 這麼高 我們謝龍介龍介兄對不對 他得票也比預期的要好很多 甚至差一點點就 台南就翻盤了 所以我相信說 我們台南相信會做一個選擇 那這次第一場的造勢大會 選擇在台南 真的是非常的這種 我覺得選擇非常的好 因為這個地方 反而你第一級 就把民進黨的信心打垮 如果這場造勢 能夠號召很多的這種 鄉親來支持的話 來力挺的話 我相信對民進黨是一個 在心理上面 是一個很沉重的一個打擊 然後 然後也對國民黨以後的機率 四季來講的話 會有更大的幫助 是好我們可以看到 那麼首場呢 在這個大型的造勢 就直接來到台南 在今天除了侯友宜 趙少康之外呢 還有就是高雄市的前市長韓國瑜 以及國民黨不分區的立委參選 卸龍界組成了一個強大的 最大的合體 那麼國民黨也下達動員令 要超過五千人 營造大團結 達成政黨輪替 這是大家的一個目標 那麼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好就是要來展現出團結 基層的實力 要一吐過去一個月的鳥氣啊 那麼國民黨的台南市議會 黨團書記長蔡玉輝就說了 這是侯康佩成軍首場的大型造勢活動 好有觀察的指標 那麼也是測試 國民黨在民營黨這個大本營 台南有多少的動員能量 如果能夠一鼓作氣 捲起中間的選民認同才有用 好那侯友宜就說了 台南人其實很悶啦 賴清德做怎麼樣 大家心知肚明 特別是剛剛將軍提到了 像是光電弊案啦 喝花酒啦 台南王法等等 好這個部分我們請教大清哥 我想總統大選現在進入了下半場 那麼原本上半場 大家都集中在討論要不要整合 對合不合 好 那麼但是既然整合這個議題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往前看 全力向前衝了 那麼對國民黨來講 我覺得這一次世紀大政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有一個非常不錯的副手人選 那麼趙少康大哥 的確算是藍營裡頭相當具有戰力 而且具有號召力的這個意見領袖了 那麼他願意來擔任副總統 這一點我們必須給他肯定 跟也非常的佩服 他來扛下這個重責大任 那麼因為有趙少康大哥擔任副手的候選人 那麼當然其實他跟侯市長之間就有一個互補的效果 那麼再加上我們的不分區提名的第一名是韓國瑜市長 所以等於在國民黨內現在形成了一個鐵三角的局面 那麼現在對國民黨來講 我們形成了鐵三角之後的下一步當然就是往前衝 一方面去鞏固我們藍營的基本盤 然後號召回那些原本可能流失掉的選票 把它號召回來 那麼另外一方面也要展現一定的氣勢 那麼讓更多的選民相信 就算我們沒有整合國民黨也有勝選的可能跟機會 所以這一次挑在台南做這樣的一個造勢 我當然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其實大家一直都認為藍營的力量是不能跨過左水溪的 那我們越迴避我們就越不可能突破這樣的困境了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決戰的就是在中南部 那麼中部當然現階段我們藍營是佔優勢 可是在南部如果我們能夠藉著未來這段時間 全面往外拓展這個選票 那麼營造氣勢 那麼這場總統大選對國民黨來說 仍然會有相當大的這個勝算跟機會的 所以其實這樣這一次雖然大家說 我們這次大概動員五千人就夠了 可是坦白講我對這一次的動員還蠻有信心的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恐怕人數應該會爆場 就不止五千人了 應該會比五千人更多 那麼尤其是因為民進黨在這些年的所作所為 其實中南部的選民心中也有很多的怨氣 就像侯友宜提到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怨氣能夠捲起千堆血 形成一個氣勢 我覺得這是接下來我們進入了下半場 總統大選階段裡頭 這個國民黨現在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按個詞 請按個詞 再按個詞 下集! 請按個詞